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嗓子还是很不舒服 但是很长时间没做视频了 也是怕大家关心我 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 其实我知道大家就是非常急切的看视频 但是久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今天就反正好长时间没做了 今天还给大家做几个吧 我坚持着不咳嗽吧 咳嗽影响了大家 反正状态好点就尽量给大家做 如果状态不好就再休息几天 今天录像我都审核过 还是不错的 至少比较有意思 这个就不多说别的了 咱们共同收看今天录像吧 先看第一局 今天因为有五局 就是两万人力叫最有不存在的 仿佛上过视频 又仿佛没上过 这里大月亮小月亮都可以 各有优劣 我感觉都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会喜欢大月亮 还是小月亮多一点 可以打在弹幕上 大月亮的话爆发要更强一点 小月亮的话防御力要好一点 不同的局势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最终还是选了大月亮 大月亮 反正现在也写不了专利 实验选 以前选的时候还得想想 别别别告了什么 这个傻笑三声 雷OE呢 你可以看就没男蛮的样子 反正不会用杀去反念的 好 李典李典说我有男蛮 你怕不怕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技能 不知道是他的技能 还是蔡文基 有二张 二张胆子非常肥 他说李典反正被乐了 我还要捡李典的牌 蔡文基你出来 人家有人打无蟹怎么办 看来有蔡文基吗 那还真有蔡文基 因为他另一个将不是卖血的吗 但是理点越境 如我开团 简直就是笑话 好 这边种乐了 但是他有鱼 所以二张也捡不了啥 你捡个刀 他捡个杀 也没什么亏的 鱼外患 鱼吧 一女鱼二夫是吗 两个老头子 这边又扇了一刀 又有蔡文基 我将又有蔡文基 肯定有 这个打得太凶了 基本上是无了 他说我既然是无 我就亮 但一心你是无 你乐后面 你乐李典干什么 典型的就是想开团 又毛手毛脚不敢亮 然后昨晚半天又亮了 你都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跟跳舞有啥区别 对不对 大胆的往后面 乐 好为了打死李脸 开OE 开吧 挺好的 有蔡文基的话 大概率是5了 四血蔡文基 毕竟还是比较少的 好直接被射死 二号位气质九桃 他不开心 哪有三个无 没人帮我 那我心灰意冷 也没人出桃救我 我心灰意冷了 我不想玩了 你们自己打无去吧 那好吧 主持人说我来打 没有锦囊 全拉下 找锦囊 好 锦囊不少 看一看是什么 看你是不是周泰 阿范 三个无 反正现在打打无 先顺一勺 吃令来了 那可以开个吃令 看看分布 因为毕竟有蔡文基 看有没有群雄在分布 群雄一号 群雄二号 其实打到这里 就很难打了 不是说 我倒不是说 就是你出牌有多难 是你应该打谁 就很难 因为这里面 涉及到很多点 第一呢 绿瓶先跳的 第二呢 群雄亮了 都是人畜无害的 董卓 潘凤 蔡文基 但是他们背后 但我觉得肯定是有 左资源上这种东西的 对吧 指不定是谁 反正 肯定至少有一个吧 还有一点 就是很关键一点 就是你打了谁吧 比如说你打了吴 那吴另外的人摆烂 你就不能玩 你别说不摆烂 路人的没准 你打了群 群也有可能摆烂 你说气排过吧 也不现实 所以这时候 其实就很难觉得 要不就 我其实觉得 这种情况下 还不如雨露君瞻的 有人说雨露君瞻 嘲讽 你不雨露君瞻 就不嘲讽了吗 东归都是嘲讽的 看他打谁吧 他打了周瑜 行吧 事故我可能会雨露君瞻一下吧 我他这个牌 也就一个决斗 就过去了 我竟然打了旅犯 你把旅犯杀了 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凶险的 因为 群雄马上就动 后面三家群 是 你说的没错 这里周瑜说的是没错的 好 还被救了 那这样的话更炸 你说这顶着 让人家不救 也不现实 凭什么就白让你收 你也别说什么 哎呀 他不收群雄收了 那人家为什么要让你收呢 是不是 其实这里我也不能说主事找错 也不能说无辜错 只能说这种局 你 那你又不愿意打群雄 弃牌 也不愿意 九二张 其实要不就雨露均沾 各摸一下 其实吧 是我吧 我可能会去打一下 攀凤这种 人畜无害的 然后 就弃牌过吧 然后让群雄和吴国去打吧 这啥 穿心 哪里可逃 没有所思 穿心 往往这种局对于 有的时候 你其实不是说 不允许你打 你打了以后 比如现在这种情况下 吴国就完全有理由摆烂 但是他们不摆烂 对尊重游戏来更好 可能还是要打一打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有点打不过了 看一看吧 两刀 那么 群雄就等一个袁绍或者马腾呗 别的也没啥等的 左辞已经不可能有了 马腾等来了 那么一波启示 虽然他们将不厉害 但是他们是在这 铁锁连环连上 这个局 其实吴国如果不摆烂的话 那么 黄雁英诸葛亮的能力 还是可以去打的 只要没有左思都还可以打 这边开一个55 这国无限按掉 这55其实可以不开吧 当然你自信无限是你们开 开这个什么开出来了 那你就 开工资 开出来了 你就开 摸一下 大嘴随持弹道 那绿皮肯定是死亡了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怎么赢了 其实刚才可能下中线的打打攀风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袁绍 不过让袁绍全收 其实也难受 其实你 你这时候去马后炮一下 假设不弄驴饭 让这个袁绍全收了 也未必是啥好事 所以这个局其实很难去掌控的 有很多局就是很难去掌控的 这个局大概率接下来要你一打三了 看看有没有能力一打三 现在排队见底了 排队见底是好事 排队见底意味着 可能 对吧 后续就可以摸到优质的紧张牌了 连上咱们还有个桃立个珠子 咱们肯定死不了的 一打三 你们要了一打三 对吧 但这回合我估计是很难 因为这回合排队还没见底 见底了 还没到没更新 桃园一开 没 反正他说我也射不死 黄云赢了 有个珠子 没有 没有就全拉下 这里啥也没有 千万不要出杀 我跟你们讲 这里核心点 我一定要教你们 不要出杀 因为你出杀什么用都没有 只会被杯哥一旦翻面了 你恨可能就死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绝不能出杀 因为你出杀又不能改变什么 你出杀能赢吗 对吧 你出杀又赢不了 那么一旦还要冒着翻面就输了的风险 这个风险绝对不值得冒 因为你是黄云赢了 你是有任何时候都有爆发的可能性 所以绝不能出杀 不打击杀的时候绝不出杀 对吧 你看现在群雄这个状态 还有各种放下兵器 脚械投降让你暗示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杀这刀群雄是 于事无补的 毫发无伤的 就人家故意掉血杯哥 一旦判了黑糖 对吧 尤其是你在这种 就是你也没空的情况下 你还是去找紧郎的情况下 弃杀都不要除 有点急了 急了也没有用啊 没事 排队还有新排队呢 现在 他们排好排多着呢 这排弃杀过 挂刀弃杀过 等员上射 但是他不射 那你就等爆发呗 好 有人说 如果我不讲解 肯定有人说 他怎么还杀人王盾 脑子有病啊 他杀人王盾 人王盾他就是装菜 我觉得是啊 就不能出杀 反正就算你不杀人王盾 你也是弃杀 绝不能出杀 忍着吧 能不能抱起来 那就知道了 反正新排队吧 你自己记得那些锦囊 AOE啊 决斗什么的都没出呢 你用这些锦囊去打伤害 好 杀 杀 继续忍着 好 他一看你空城了 那我就趁机压你学呗 好 他们也无限 对吧 那你空城了 趁机压一学吗 好 AOE到位 南蛮万念都出了 还有个南蛮 只要你把AOE全拿到 就是你的天下 能不能原地起爆 就两张技能 南蛮 哇 远交进攻 被自己摸到了 起爆 远交吧 代劳也来了 决斗也来了 你看看 对吧 这就是新排队的魅力 新排队永远充满着魅力 但是咱们做人 不能喜心厌旧 玩三国杀 要喜心厌旧 你看看 就是 这局呢 就是我想说的两个点 一个是当时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 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其实是很不好处理的 第二呢 就是在这个1V3的情况下 在有蔡文基的情况下 你是一个报价的 绝不能出杀 我跟你说 这局一旦出杀 很可能就完了 我也不说 就是一定翻面 反正你 你三轮 你出三张杀 但凡翻面一次 你就没了 这里看能不能起飞 一旦收掉一个 就是连锁效应 还有五五封灯呢 坏了呀 群雄要被射穿了 五五封爹 七号为首 就还藏着一个决斗 五五封灯 铁锁连环 继续操作 乐没用 不需要乐 灌石斧直接上 看看能不能一波赢 一波赢 一波赢不来 没关系 你只要再杀掉一个 单挑谁都没问题 老天不住我 原家呀 本将军败于诸葛 确实是诸葛 你说的没错 武汉确实 弹词很好 很优秀 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好 咱们再看下一局 下一局肯定不是蜀国了 下一局主持人两人力 叫卡尔 我的超人 这可以选玄优 也可以选张俏太后 这种绿皮三学 小垃圾就不要了 寻忧司马懿 寻忧司马懿 变不变的话 看情况 开团的话不建议变 或者混战的时候 也不建议变 除非是那种 就真的赢不了的局 可能要变 因为司马懿还有忽生之用 配合寻忧的话 别人打你一血 他要用一张牌 扔一张牌 反馈一张牌 就辅助代价还是比较大的 好 他刀 从远位 没统重 油条有毒 一般都喝豆浆吧 皇爷英恋了 顺手把咱们也连上 叫什么打无蟹 你没必要打无蟹 你打无蟹不就是保护三吗 人家本来就是想打你 这种无蟹都交的没有任何意义 他本来就是打你 对不对 你打了个无蟹 他就不打你了吗 你这种事情想不明白吗 你打无蟹 就是帮三打个无蟹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无蟹要留着 你打个无蟹 人家会去打三吗 对吧 好 一顿锤 对咱们没啥牌 没必要亮 你想杀就杀一刀 黄爷英 不想杀就过 随你 这可都不关键 好 杀一刀 这外面有技能 南蛮入侵 应该是那个谁的技能 越界的技能 老杀出来了 南蛮是要射死貂蝉的吧 在火杀 当然也有射黄银之险 只能说 雕蝉首当其冲 雕蝉好像在刚才就一直在那断线恍惚 那你就断线恍惚 能不能活 有九 行 左辞 好吧 他是想把雕蝉射死 然后出来操作吗 好 还暗中刷了一个魂 还算赚了 继续射 射出国了 众位诡异 这把是大群吗 还是 也不像什么大吴 虽然都三血无外 哪有这么多三血无外 弱逼吴啊 现在 不知道 反正现在群影挺多的 看看吧 有没有可能大鼠呢 可能性略低吧 毕竟三血鼠还是少 好 这里反馈了个桃子 杀木哥肯定不能拿出来 即便想要你杀佐斯也不能出来 刚才是二张是吗 二张 小小二张 可笑可笑 刚才应该是二张 不是月经 那你晾了呗 你不就是个鼠吗 你还能 你还能是魏吗 你是魏 你不打雕蝉和黄烟英吗 当然你是魏 说实话 这种就是鼠 有人说 他是魏 他打三血不卖和雕蝉 他是魏就大大方方出来了 知道吗 这个局魏就没必要藏 这种暗搜搜的 就是因为是鼠 你自己去想吧 好 打死个七 魏都出来收人头了吧 七 七可能是二张吧 就绿皮就是这样 莫名其妙就死了 好 莫名其妙死了 所以我 所以我现在就跟上跟你们说 三血就不要玩这种绿皮 莫名其妙就死了 你看 果然是个鼠 刘备啥呀 刘备奖费 刘备旁逗 三个鼠 直接救一下 救一下吧 恐龙 让你暗搜搜的 山不科不出闪 是肯定没闪的 他不可能防别的 但是很不幸 全特别要三血鼠 哪来这么多三血鼠 不是有毛病吧 三血鼠也要玩吗 当然旁逗你是可以玩的 那边刘备什么 不知道了 再继续想救 就不过来了呀 咋办呢 只能靠这个佐词了 想翻 只能靠佐词 当然还是有能力的 因为巡游和佐资的排斥是非常大的 这拖管是啥意思 放弃了吗 还是迷惑对手 迷惑 别放弃 不要放弃 巡游加佐资还是有能力的 五股风灯 我觉得这个局 司马依已经帮不了你赢了 这变了 所以这就涉及到 这种局司马依怎么赢 已经赢不了了 连弩就能放过去 所以把闪抢了 山不科是没闪的 有闪的 刚才万键绝对出闪 激迪都不可能不激迪 把连弩放给佐词 因为佐词过排缘会更大一点 他可以打那边山不科 必须把山不科 杀了 你看这也不知道在藏什么 藏完立刻亮 发现不对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 为什么 包括我直播也是 很多人都开团了 还给他藏 还给他装庞桶的 你装个鸟 你旁边是什么 别给他装了 好 这里射 这里不要去杀黄人银 还是去杀佐词 帮佐词刷更多的魂 这里只有鼠魂才能翻 把山不科推了才能翻 你杀一刀 黄人银不关痛痒的 对 以前我也做过 就是队友还在这刷鲁斯 然后在远交他 这里一定变 因为司马懿是赢不了的 一定变 当你发现赢不了的时候 就一定变 你看变了个曹逼 曹逼就有可能赢 曹逼可以收拾 好 这里连路能不能突出 要山不科非常关键 对吧 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要想清楚 没刷出鼠魂来吗 不过刷出个胃魂是吧 是眼交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刷 你们就山不科就继续刷 山不科没什么 啥也没有 没货 黄亦盈 你能不能用点脑子 你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天天的200级了 隔着长得吃火锅了吧 天地火蜂 长得火锅的样子 你说说你整句干了啥 这里跳井 虽然黄亦盈脑子不好使 咱也只能跳他 怎么能跳马来 还真跳马来 你说说你作为一个黄亦盈 虎国核心 人家都不愿意跳井你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有多菜 你自己不反思一下吗 不好好摸摸胸口 扪心自问一下 这就是说出白了 就是人家瞧不起你 对吧 做人不能为了 别人瞧不起你 好 这里封路 继续 全是无国的将 这个有条有毒 司马仪被断了 但是被乐了 好 这边说别碰逃逼 还得教他 你200级的 还得教你 打牌 别说牌 确实 你们都大优了 还可能说牌 说啥牌 看黄亦盈脑子 能不能杀掉佐斯 剧本是杀掉佐斯 咱们收敛弩 然后出现场 什么 想多了 看他怎么打 剩加一 全其加一 暗示不怕连弩 是吗 那人家就不能有个过差吗 左次就不能有褚魂吗 刚才没有 不代表被全欧以后 就还没有 打不到 那就过了 没有司马 但是一样可以填毒 冥冥之中 自由添翼 好 骗一种无限 先开个桃园 他其实这个时候 肯定是不希望佐斯死的 佐斯死自己收不了全场 所以开了个桃园 佐斯死确实 这时候你收不了全场 你不要想太多 还得让佐斯再继续帮你打 当然了 佐斯也不是说帮你打 佐斯人家自己也有可能赢的 再捅一刀 远交 草逼就不变了 草逼肯定不变了 草逼这时候很好用 哪怕组织开一个真AOE的话 也可以翻什么的 然后收支什么的也都挺好的 哎 有蜀魂了 经过千般万刷 总算刷出来了 这边开了一个南蛮啊 你有闪 但是你没杀 继续刷魂 楚国 已经崩了 那看看这个马赖 能不能进入一个三人局 进行一个博弈 这都能打崩 这打崩应该赖谁呢 其实 其实黄云确实失误了 但是呢 他不失误 其实该崩也要崩的 蠢归蠢啊 对吧 好 这里 继续卡 这200级是人机刷出来了 就暗示不如小金人啊 叫什么叫 叫你得意 统统连起来吧 再来一发 一发入魂 先不救 先让你搓一手 别了 这可以考虑救一手 万一真死了 还真 黄云确如果再回击血了 真打不够 毕竟旁统还没有涅盘 你连闪也没有吗 我记得你不是没杀吗 好 吃饱了 被黄云确喂饭了是吧 黄云确其实这里可以捅一刀逃屁的 他如果卖血 你就可以吸血了 他不卖血 他卖血翻马带也无所谓的 好 不同 如果被繁虫死 那这里呢 蛮就开了 如果黄云确死 那就顺势 如果左思死了更好 对吧 死不了那也没办法 难道死了更好 就顺势了吗 曹皮革单挑没啥用 可以考虑变了 变个厉害的 当然你这回合可能不想骑测 你想留点牌也可以理解 你毕竟杀陕酒什么的 留点 留了个盾 就准备回血的 也可以的 等一会的 一会翻一次人 寒冰剑那不行 给他打溺盘了 然后利用装备优势 依然可以获胜了 这 你可以 你手牌比较好了 可以暂时不着急骑测 这边也不溺盘了 那边说 拿个鸟 我搞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输 我搞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输 那你们明白了吗 亲爱的朋友们 好 咱们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 哦 下一局该绿皮的 出世家玩意义 叫祥赫 祥赫 赫义 让我想 这里周瑜 孙奔 或者孙奔 林统 孙奔林统 还是四学 周瑜 孙奔 就三学 双三 没有佐词 挺好的 佐词最讨厌的 绿皮最讨厌三个武将 佐词袁绍 还有草皮 反正是这几个少得越多 绿皮生存环境越好 如果都有 绿皮基本生存不下去 现实 这就是现实 人有时候真的就得屈服于现实 王瓶 只有有人说王瓶不嘲讽 其实王瓶据嘲讽 那没有越近 你说你亮个王瓶 别人凭什么让你看出大来 那没有越近 这里就过了呗 虽然他很嘲讽 但是也没轮到咱们打 好 这个越近跑来削咱们 王瓶不削 削咱们 那真有意思 摸牌阶段 鲁肃 人说他为什么不是周瑜 你说为什么不是周瑜 答案了 你一个鲁肃钉锋 没有下游的 你别告诉我下一轮 我告诉你 没有 装什么也没有用 盲局 盲局到队友的 他还是没杀中 杀中更惨 所以一个绿皮就老实待着 好经典绿皮 开游戏 面对丁凤鲁肃 怒开 喜欢开 人说我就是喜欢开 咋地吧 还轮得到你说叫我 你看 人气的嫂嫂来了 来换换换 换了又如何 傻 什么东西 有什么技能 好 消你 不扔 难道说你就是传说中的双态吗 有可能好像杀了个大桥 是吧 我感觉六也是五 那是又怎么样 又被炸穿了呀 被射穿了呀 六应该也是五 不像刘善 刘善我觉得亮了 刘善也没什么嘲讽 好 看了一下 八去杀五 看见魏也杀五 仇绿 不知道是仇绿 还是真看出跟我一样 看出六绿 我觉得他看不出来 他看出来 他就呱唧过了 他有我的水 这张杀就不会出了 没必要出这张杀 真的没必要出 你看又来个南蛮 马上你出下出亏了吧 你看喜欢看南蛮 你看绿皮全面南蛮射死 就算你自己是兜胎 又有什么用呢 那别人都死了 你不也赢不了吗 对不对 所以别老觉得自己不怕 就等于不怕 当然了 也不是说绿皮 就一定不能开而已啊 极少数是可以开的 看情况啊 反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开的 因为明摆着那边是个鲁肃钉缝 没少一张牌 死的就越快 咱就不说爱了什么了 你找那边是个名了吧 好 他就说我是周泰 你周泰又怎么样 摸一给二 让他回呗 他周泰 好 马超 舔了万天 喂狗 被乐了 于静说 反正南蛮射出去 都死光了 我不需要乐 那个谁 我不需要乐别人 就乐你 你可能死不了 那满下去 好 不易 那补吧 补了又有用 有什么用呢 该死还是样死 好 他说我是二哥 二哥咋了 二哥咋了吗 你一会没牌了 不也要被揍吗 这个余静也没有乐王瓶 在太阳里起的王瓶 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囊中羞涩 喜欢放 二创 差点死 这个六号绿瓶之王 循环滚动难瞒 大强吗 以忠守心 以义归心 万箭 你看看 怎么玩 魏国已经赢了 难道这局就是告诉你们 五律学不该放游戏吗 也许吧 也许五个泰赢了 也许五个泰 又连赢了 有这种可能 坏了 弩来了 无解了 王瓶 还想看大 看个尿 王瓶的牌 其实已经够好的了 但是他拉了牌 等等 他该吃令了 赶紧开技能 炫掉连弩 曹操说 我给暗将一个机会 但是暗将说 我不给你机会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这吃令英文该开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讲 你们自己思考一下 等我过两天再跟你们讲 好 他们连弩没杀出来 乐不自主还添入了 被惩罚了 看来发败员已经给了你们答案 不好意思 该我们操作了 就怕是队友 怕吧 这个吴国泰现在很开心 表示我们可以玩狮子了 马超表示很憋屈 马超说 虽然魏国崩塌了 他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赢不了 我还被魏国乐了 接下来开始吊达马超环境 马超这局 无论如何都不会开心 他打了绿皮 绿皮赢了 就算绿皮被推了 他一样要被曹操推 总之没有他好日子过 无耻小人是吗 接下来开始绿皮愉快的狮子环境 所以说嘛 还有一点就是 孙策灵童选四血 选三血 人早没了 而且人家不用开持令 你三血不外 现在明白了 明白选四血的重要性了吗 将农苦奔 起上冰甲之力 这局马超剧 你怎么办吧 马超 你现在谁也打不死 也没有人怕你 反正就说白了 你来吧 你五胜 五胜吧 威震华夏 他并不威震 他把桑桑杀了 准备投降了 又气急半坏了 说你们为过乐国 是吧 杀我们是吧 我打不过别人 我还不能办个小丑吗 我上来先丑吴 然后再反手 觉得胃不爽 为什么吴太腿上有个环 吴太面前这个人 穿红衣服的是不是刘备 应该是吧 据说刘备比吴太还大 我说是年龄 没说别的 不要误会 咱们下一局 主角人叫藏天狼 这个朋友应该是出现过 这个我确定 这里可以孙权孙闷 可以归先人 孙权孙闷还是那句话 四血 别等什么三血 你不信你就选 反正 这局是什么故事呢 八号位 一杀一桃 要不要换 可换可不换吧 田远 那就不知道会发生 田远 曹操吸的非常的快 两个破杀一起 我觉得你没必要吸杀 你先练个群腰 你吸杀了就吸不到桃子了 好 佐斯 龙妹 还有几个三血无碍的 好 继续射 那你不是没了吗 你啥也没有 那你寻忧这破牌 你不是没了吗 你肯定死了 再见吧 你兄弟 再见咯 不过咱们也可能要再见 你真乐什么呢 射桃子了 你看谁让你先亮桃子了 班 班 说不定桃子就先射了 没人就 不过这局应该是没有位了 所以乐白乐了 但应该乐谁呢 乐赵云 有可能吧 谁在说什么 我怎么摸不了 你摸什么 你又不是填锋 你摸什么 对不住 好 对不住了一个 我不是飞球 对不住二号呢 前缘 好 对不住二号 又崩一雪 好 再猜一下 没事 还有先去不慌 看一下四 当然四已经不可能是群了 怒射两个人 剑如雨虾 好 继续射 表示没有 不是群 我继续收割 左辞你四个魂总死不了吧 左辞说不好意思 我四个魂就是死了 仙人转世 好 这个游戏呢 我怎么说呢 一号位田园 把群雄全杀光 自己也死了 这个游戏 就是这么玩的 这个太有意思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左辞可能 左辞在某一个节点 如果他没有群魂 他可以考虑稍微救一下案件 当然他不愿意救也正常 因为他自己还要一会可能要救 但问题是你也没有群魂 反正就是机缘巧合 袁绍怒斩四群 以前见过一号位诸葛亮死 自己把自己弄死 现在一号位田园要把自己弄死 我看接下来 反正咱们没死 群魅 张飞 来吧 激昂 好 那是我把夏佳先杀了 杀吧 可以 没有问题 杀吧 此地名叫麦成 喜欢威震华夏 还震不震 舒服 就什么叫兵不血刃 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就叫轻松拿下是吧 还激昂了个八卦阵 群雄把群雄杀了 蜀国把蜀国杀了 三弟残害二弟 江东孙时外笑开了花 曹操曹老板 莫名其妙挂掉 这也许就是我们看视频的乐趣 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源泉 张飞也是拼了 没办法 只能这个合局于天下 其实他可以忍一手 我说真的 毕竟刚才孙年是扔闪了吧 所以忍一手 不过他还是应该打不过 这边可以制衡的 大哥二哥 二哥不你害死的吗 你可这 大哥 你大啥也没有 这局是不是很有节目效果 我再看一句 这局也很有节目效果 这局主持小玩意叫浪花一朵朵 这个是个老路向 一看这种就是老路向 老路向也就是难得挖掘出来 不知道选什么 看看选什么 黄中卫言 一个很垃圾的组合 以前这组合还可以 现在这组合聚垃圾 不要选 非常垃圾 好 四号位 不换 熊哥们 排也垃圾 孙权 不急 你洗的这个牌挺好 你洗完了 还能有皮 这个好牌的吗 好 刘善 无礼小帅哥 要放权谁 放权咱们吧 他说话了 就放他了 放他会发生什么 是不是开黑的 我也不知道 当然你看看 不一定是 这是牙子真密报 反正人家就想放 怎么了 你管人家 但是你们发现没发现 我相信你们一定没发现 你看他上面 首先他上面有五个标记 其次 甲虚吕爵 这个将 他是可以恢复乱舞的 但是平时恢复乱舞 都是要再过一段 才能乱舞 这次是放权 而且直接联动 中间没有隔任何人 也就是说可以 迅速的完成两次乱舞 这你们一定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 咱们看看 他会不会帮咱们表演出来 既然给了这个机会 就要表演出来 好 所以他表示我能吸血 我不想探身份 所以我也不出杀 或者你待一会儿 看不行了 再出杀 这个录像可能是中间卡了一下 但是也没影响什么 反正就乱舞了 该出来都出来 全装上 万剑 别被打死了 别不小心 乐极生悲被冻死了 那可坏了 那可要出大事情了 小桥 没货 刘善是旁统吧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起战飞凶 得意托高 好 杀孙玄 图五狗 继续南蛮 行了 这个杀也不亏 这个杀也出去了 孟霍出来了 可以 孟霍 二次乱舞来了 没见过吧 连续两回合乱舞 太潇洒了 至于谁赢 那不知道 反正是看见了 第一轮乱舞两次 确实 好 就不就法证 不就 法证说我有祸 我不慌 好 红沙孙闷 江东子弟 合聚于天下 好 上局的孙闷被杀了 上局的孙闷就没有 这局的孙闷就没有 上局的孙闷运气好了 成为首柜 死了一个 跑了一个 托管一个 残了好几个 咱们出来吧 难瞒 难瞒的话 让孟霍背锅吗 他说我吸血 别背过了 我自己来了 还是一个 不会是队友吧 绿瓶可以 很舒服 也只能砍他了 那边离线了 离线回来了 好 继续跑 中 骑满 先杀你 稳一下 先杀这个 牙牙做嘟嘟 嫩嘟嘟 懒嘟嘟 供颈 不对 供颈先走的 供颈先走的 再继续穿 带走一个 全是绿瓶 四只绿瓶 看来还是绿瓶 最怕乱舞 四只绿瓶 全部乱舞死了 一个队友没有 看起来刘善 就是瞎放拳的 也不像开黑的 只能说 这个瞎放拳 第一让咱们看到了 两次 在一轮内 两次乱舞 第一轮就两次乱舞 第二 让咱们看到了 这个两次乱舞 直接把绿瓶全杀光 就非常的愉快 今天呢 这个后面几局 也看了几局评伤 看不了这些局 赢你还不容易 但是时间好像过得 才42分钟 还有录像吗 我看看 没录像了 但是这局是谁投的 这局是 这局是一个直播间观众投的 那看一下吧 既然还有时间 就顺带看一下吧 主持人玩地 叫临江仙墨雨 我想起来了 这里你会选谁 左慈和太后 肯定是最强的 但是他投稿的 肯定没选左慈和太后 因为我不收左慈 可能还有些朋友 不知道我不收左慈 我就再说一下 就不收左慈 左慈的没得讲 主要是左慈没啥讲的 你翻盘也就是一顿戳 你几个魂戳个AOE啥 戳个远交 戳个铁索 我属性啥的 你讲啥呢 而且我打这么多路人 就左慈就这样 你很多时候就没牌 零首牌就翻盘了 没啥讲 也没啥做的 你翻盘了就翻盘吧 你反正自己留着看高兴就行了 你做成视频也没啥看 你们想看左慈的录像 可以去别处看 我实在是不想做 真没劲 而选个陆香香 那一个赤令的话 对陆香香这种样是很不友好的 因为一旦出现大绿皮 你就很危险 蒋青 真鸡 就亮陆迅 其实在别人的视角 你即便亮了陆迅 你主将也是个挺嘲讽的 就如果别人有意识的话 你去看看格局 对于绿皮有没有生存环境 三个鼠 三个胃 那么看起来对于这种格局 其实对于绿皮都算很不错了 至少 至少说不会先被你绿皮去 对吧 当然他非问你也拦不住 但是呢 至少表面上看应该不太会的 那鼠国总要打位吧 位不强吗 这里东杀杀西杀杀的 也不怕杀出曹丕的 反正是有可能有的 谁知道 当然了 这时候杀出曹丕了 反正他肯定不会翻吴的 你鼠国打着我们 我们能翻吴吗 没有这个道理 那不可能有这个道理 王平 哎呀可以 那看来鼠国战斗力还是提升了 那么至于鼠国和卫国 谁能更胜一头 不好讲 就是咱们只求在乱军中 不要提升就可以 对于队友来说 对于这个奖心来说 你这时候千万不要乱动 打成什么局面 你都不要乱动 因为这个局 人家已经打起来了 如果你横插一脚 哪个国家可能都会不爽 就是干你 你打你插到哪个国家里 哪个国家 人就就很可能干你 所以我觉得你就低调脸得了 这里被乐 鼠国血量和台上就血很厚 即便不厉害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有没有张飞 马参军 并不是张飞 因为他是三血变出来了 所以不可能是张飞 马参军 马参军血量提高以后 不好去发动散摇 好 比方平变 会 好 这个柠檬可乐会 可以变一勺 变了个马神 那对于魏国来说 不是啥好消息 接下来我跟你说 你甭管这个蜀国多强势 现在对于蒋亲来说 不要乱动 你可以下个装备什么的 但不要搞了动作就太大了 也不要去什么收人头啥的 都很蠢 这种局 因为你绿皮本身就很嘲讽 杀就杀一刀 你不会要雨露军瞻吧 雨露军瞻就 好 还要还要用无双打人家 你说你打到个草皮 真机争气就把陆讯翻了 打到个国家也未必啥好事 这种局你没必要杀 是我我肯定不杀了 我就过了 爱得打立光我啥事 你也不要说谁打不过谁 目前就算谁打过谁 谁打不过谁 也不是你掏心的事 而且这个局不是你之核心 这个局明显是你的队友 陆讯藏着一个主将是核心 你就要辅助一下 帮他擦擦边角料 不要拉过多的仇恨 你知道吗 他就看匠去了是吧 接下来我觉得对于陆讯 刷枪来说不要去爆 你爆了你推不了全场 接下来必死 我就告诉你这种局 只要你推不了全场 接下来就必死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夺视 但是别出来就过了 有人说那万一一会你死了怎么办 死了就死了 对你不会以为你爆了就能赢吗 你帮你能报死谁 你报死沙漠哥吗 沙漠哥他指不定是啥子 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啊 对吧 这个 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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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咱没关系啊 反正能出就出 出不来拉倒 反正暂时是没关系的 我的建议就是啥也不管 爱拉拉利 因为呢你不管 你低调 然后这个蜀国呢 对吧 和卫国就继续打嘛 即便真的有一方打不过 你到时候再出来是可以的 你看我说指不定是啥的吧 好 他不让拆 我觉得没必要吧 你你肯定不亮嘛 对不对 对吧 我就觉得你肯定不亮嘛 直接装备一挂 理点 理点中乐 当然理点出来的话 有可能会很凶 但是呢 就是 蜀国也很凶 所以至于他们谁凶 跟你都没关系 你只要别 别把自己暴露到嘲讽之中 就可以了 目前来说还行 至少他们没想打你 但是你有授意了 那不行 必须捆让 当然你兽医可以装 毕竟那边理点 好像是有AOE什么的 他万一添住了 庞主要得罪全部人 你不是废话吗 这时候肯定要得罪全部人 这时候你们要赢的 能不得罪全部人吗 庞主这个排序就有问题 明显排序有问题 你又没有属性 你可能一顿捆 你一定要捆之前 一定先确定好有属性 没有就重铸 对吧 这很简单一个道理 有属甲可以的 好 可以 手天翠之节 其实这里你没让理点出来的话 反正容易拉到魏国仇恨 不过魏国现在应该还不太会放弃 抵抗 好 这个理点说了 不用早知道 你们无必不可能赢就完了 好 已经恨上了 理点这里已经恨上了 那么他其他队友呢 我知道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 这局也跟第一局那种似的 就是 一旦你 侵入了别的国家 两个国家战争 就是有 如果有人小心眼 麻眼小 不是心眼小 然后就不让你赢 那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 在介入别人之间战争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这个东西尺度要把握好 但有时候也没办法 有的时候你必须得介入 那你介入了 他就不让你赢 那就 那就不赢 换下一局 那说明不是让你赢 理点就生气了 理点说我就忘戏 咋的吧 反正 反正我也不让你吴国爽 我就忘戏 开始各种温斗 是吧 能斗 能斗 斗吧 斗的挺好的 没关系 其实这个局 他们再怎么斗 只要他们没打死咱们 咱们都有可能翻 咱们的将太强了 吃了个火杀 还好吧 反正咱们不怕为乐 只要不死就行 钉凤 轴里按一个桃计算 咱们有目前有两个桃 只要不死就行 理点就是不死 而且理点还要忘戏 也就是说这个局 肯定不能靠理点了 理点出来也是打无 所以到咱们这个位置 必须得赢 不赢就没戏了 理点送牌了 那送你们牌 你们还不高兴吗 那你有何不高兴 不是 其实我是觉得 没必要打无戏 就是不要让他们 恨 至于谁能赢 那随局势发展 我反正是这么远 你们可以有不同意 他聊一个九 反正咱们招路了 咱们平安招路就有可能赢 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去爆发 大哥你会用钉凤吗 你在干嘛呢 你不会用钉凤是吧 你这里明显少杀了一刀 钉凤果然是有一个桃的 出来出来出来 打无戒 打 得之则强 你倒是打 这时候打无戒就没有用了 因为 因为他不是没有红 他肯定是有红 这里肯定是先过牌 再收牌 这个藤甲留一下 因为有火攻 看能刷出铁锁 自己也在捆着 挺好的 不过前提是得把桃子先找到 别把自己火攻死 连弩来了 敌点气不气 敌点我杀你 你忘记吗 主持人家说 好杀 挺低 可以 就让他把他杀了 行吧 你杀一刀就省一刀嘛 无所谓 你收一张未知牌 有什么用呢 又不是三张未知牌 这里没有桃子 所以只能把那个夺了 没有桃子 但有连弩也够了 反正就是先过牌 再出牌 南蛮没啥用 一个注农 一个关羽 三不可以有啥 这个南蛮我建议不开 开了反而给过牌 南蛮不建议开 不要开 骗诸无限 当然也谈不上啥骗不骗 正规他要教一个无限的 你就一个火攻 一个决斗 看我一招 铁骑里孤独 好掉血 吃桃 不跟你拼了 该杀 其实决斗可以不打的 决斗可以最后留着斗马速的 因为马速有加一马 你杀不到他 而且马速可能没有杀 所以其实决斗斗的不好 决斗没必要斗的 唯一不好前面都过牌就没问题 决斗留着斗马速的 对吧 唯一不好就是决斗 斗马速 这里打不死了 只能打后一波了 这个弩逼被拿走就行了 只要弩逼被拿走 就没关系 下一刀的不关键 反正马速血量这么高 也砸不了 夏文娥继续报 这两个鼠窝应该是拿这个 谁没有办法 他给拿走了 那你拿走吧 无所谓 陆琴枪又不一定非靠连弩包 他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包 而且关键是他夺势以后 这个丁凤还能享受福利 丁凤还能刷到好牌子 好 灌锤 求锤得锤 看火攻决斗又回来了 他这个过牌都是没问题的 当然你可以先诛杀 如果你想先诛杀 怕背距离 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 狗住就赢了 多出那张杀 守着那张杀 这个局暂时不关键的 拿拿拿拿 拿走已经没有用了 来不及了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队友太蠢了 蠢的观念在于 你们要当时那种情况 要懂得击杀陆琴自上枪 当然你们好像击杀不了 然后就被陆琴自上枪 成功的吃鸡一波 其实混战局是很复杂的 需要思考的东西很多 往往不能一鱼而避之 懂吗 所以你们在发弹幕的时候 也不能说一定的就能怎么怎么样 知道吗 尤其在赤铃一开以后 要思考点非常多 不单是排局 也不单是人心 全都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觉得阿福主不义的朋友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记得一键3.1 充电多多支持一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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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